我哥输给我的一袋学 母猪又为我家生了七八窝小猪 在最后一次生小猪时 母猪因难产而死 我们一家人默默留愣 最后母亲建议 把它埋在猪圈后的大树下 母爱是何其为大 当这头母猪知道自己即将被宰杀时 竟想一次又一次地给小猪们喂奶 在面对死亡 它只想着自己的孩子是否能够存活下去 在这里我恳求大家吃素吧 不要因为我们短暂的口语 而牺牲其他生命的父母 同生亦观音 来 阿诚 我刚熬的米粥喝一碗吧 嗯 好的 妈妈 谢谢你 妈 我要去上班了 哦 路上小心啊 我知道的 我会骑慢点的 然而 三月二十四日这天 吴妈妈整个上午心悸忐忑 一股莫名的造语压着心头 微之不去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觉得心头好慌乱啊 不会是生病了吧 怎么会突然觉得莫名的烦躁呢 喂 你好 请问找谁呢 请问是吴女士吗 你的儿子发生车祸很严重 目前在医院急救中 请您快到医院办理相关手续 哦 我的儿子出了车祸 在得知儿子出车祸后 吴妈妈便马上赶往医院 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当吴妈妈赶到医院时 她的儿子已经被送进手术室 进行急救 儿子 我的儿子 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吴妈妈 您冷静一下 您的儿子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治疗了 我们会尽全力抢救她的 吴妈妈 刚刚您儿子的情况很危急 由于不能及时联络上家属 所以我们只有代替您 在手术单上签了名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是不是很危险啊 您放心 医生护士都已经在为他急救了 放生功德 最能快速消除业障 必须尽快放生 还要以虔诚恳切的心 祈求观世音菩萨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就这样 吴妈妈请认识的师兄 师姐 为他买鸟 买鱼 来放生 回向自己的儿子 消除业障 快快脱离险境 啊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鸟店 买鸟放生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别担心 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 还有一些师兄师姐 来到医院 一同念佛回向 诚心祈福 手术室外惊悚了十二小时 佛号不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念佛会的师兄师姐们 轮班念佛回向 凡音响着整个医院三楼 直到第二天早晨 手术室的门才打开 医生 医生 我儿子他怎么样了 哎 情况很不乐观啊 你可要有点心理准备 啊 医生 我的儿子他究竟怎么样了 哎 你儿子送来的时候 瞳孔已经放大 血压也只剩四十至五十 而且前额头右边破裂 深至脑部 脑髓稍有溢出 右手肘骨 右大腿及膝盖 全手开放式骨折 人完全呈现昏迷状态 我已经尽力了 医生 他的手动了 啊 快快 病人有反应 赶快抢救 吴妈妈一直守在家户病房外 诚心承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念念相续 不敢怠慢 师兄师姐们也天天帮忙放声 回下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吴妈妈儿子的病情也一天一天奇迹似的豪转起来 到了第十三天 她终于脱离了险境 关世音菩萨保佑 保佑我儿子 赶快苏醒过来 阿诚 阿诚 你终于醒了 妈 我怎么了 我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 真是关世音菩萨保佑 谢谢菩萨保佑啊 关世音菩萨 妈妈 我还真的有看到关世音菩萨呢 本来我一个人 待在一个很暗的地方 没有人理我 这是哪里 怎么这么黑 突然天上出现很多像球一样 会发亮的东西 我随手抓住一个 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南无关世音菩萨 当天空又恢复黑暗时 我就念着菩萨的圣号 突然间 关世音菩萨从地上一直浮现上来 好高好大 全身还散发着金黄色的祥瑞光芒 南无关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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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关世音菩萨这几个字排成一排 非常非常的亮 照射在我身上 而且越靠越近 越靠越近 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这 这真是奇迹啊 如果不是吴妈妈每月都会参加放声活动 数年来结下许多善缘 如果不是多位师兄师姐 齐声念诵菩萨圣号 放声行善 哪里能够救回阿城 逃过这一劫呢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 弘扬佛陀所有正法 放声护身 吃书 念佛 诵经 持咒 帮助贫穷 造佛像 造佛塔 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 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 也更期望你来扶持 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 能够弘扬佛陀正法 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 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系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石耀署署长吴秀梅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安心至餐厅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了公块母池 而餐饮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厨师喷条时 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平卫生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咳嗽、不舒服症状 就要紧速就医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这是佛陀的心愿 这是菩萨的心愿 只要不断弘扬佛法 就会有那么一天 不在乎需要多少年 不畏惧路途多遥远 只要佛法上在人间 世界有一天会改变 师父传很多咒 我们都能应用去助念 除了共同念佛号 我会默念不动佛心咒 以利益亡者 但是又有法师说 就一句佛号 什么咒往生咒都不要念 会让亡者分心 请问师父到底可以持咒 助亡者吗 我想这位师父是因为 他是对念佛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他会这样讲 当然有些往生者 他本身也是这样 他就一心念佛 他什么都不要 那你叫随顺他 念佛的帮 念佛的祝念 但是如果我们去祝念 是一般的 一般的人 你要帮他消业障 请不动佛加持 请要师佛 特别他生病死亡的 生病死亡 你还是要帮他你要师咒 让他去除他 对他身体生病的执着 所以我想多方面 帮他 最后是愿他往生净土 这样可以 所以佛教不喜欢跟他讲说 你念这个就好了 其他不要念 这样就对于佛法会有 轻慢毁谤 断灭佛法的嫌疑 这样不好 最好我们听听就好了 因为每个法师 他有他的想法 那你意见可能跟他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听一听 取其优点就好了 永远保持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